为彻底解决重庆市场屋顶漏水的问题 花莲施工所向经济部争取经费 进行了重庆市场顶楼的地板防水工程 市长温在前表示 除了公共设施改善之外 未来会持续进行整体的重新再营造 改善摊商的营业空间 也让消费者有优质的购物环境 次之2亿元新建的重庆市场 104年3月份启用以来出现了顶棚漏水情形 虽然经过矽焦抓漏改善 不过还是没有办法解决漏水的现象 花莲施工所再向经济部争取到 重庆工友零售市场设施改善工程 由经济部核定补助484万6千元 目前开始进行了顶楼的加盖工程 104年的时候 重庆市场该盖完之后 就有漏水的问题 漏水的问题是越来越严重 那我们必须要赶快及时来做相关的一个规划 那等到整个建物的一个使用 跟必须要改善的一个期程 都已经能够达到我们来做改善的一个范畴的部分 那我们来开始做改善 那我们也在这段时间里面 也征询了摊商的意见 也共同商讨出最好的方式 那在屋顶的顶楼把它做一个加盖的部分 那也符合相关的法规 那我们希望说进入这次的改善之后 能够防止漏水的事情再度发生 那接着就是我们要持续改善 一楼的整个地平 还有氛围的环境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用最少的影响 来改善整个市场的环境 那也希望说未来能够打造成五星级的市场 符合到摊商 不论是贩卖 还是在经营的过程里面 能够有很好的环境 那来购物的朋友们 也能够有一个很舒适的环境 让我们重庆市场真正成为乐活五星市场 重庆市场屋顶漏水改善工程 是以在屋顶加盖的方式 来防止雨水渗漏到顶楼地板 同时在周边要增加防水工程 以加强建筑物的防水性 耐厚性 还有持久性及隔热性 这项工程在9月初已经开工了 预计11月16号可以完工 市长温嘉贤表示 施工所会持续来做整体的改善再营造 为摊商规划五星级的营业空间 也为消费者打造舒适的购物环境 让工友零售市场可以成为真正的乐活市集 据徐徐勤华联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